嗨,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奇魂第五集,时光顺利考上13中的高中部,爷爷奖励他一个小灵通,入学报道后,时光和江雪明去找吴迪,他正在围棋社的活动场地及化学实验室里,江雪明也申请加入围棋社团,时光说他不会下围棋,他说自己可以当社团的经理,杂七杂八的事都包在他身上,吴迪听后开心的同意了,社团的有个名字,他们在黑板上写了几个都不太满意, 楚莹就说了一个集三剑客,时光听了灵机一动在黑板上写下四剑客,因为他把楚莹也算了进去,他向吴迪和江雪明解释他出马一个顶俩,于是四剑客围棋社就这样成立了,于亮一直在等时光的电话,他问旗馆的工作人员时光来找过他吗,工作人员说时光这个假期都没来过,于亮听了很失落无心下棋就回家了,这天时光等三人在校园张天围棋社招新海报,他们刚贴好就被篮球社的海报盖上了,时光就和他们理论说, 双方争论起来,这时何佳佳走了过来,听对方说围棋社的人垃圾,他就上去和对方动起手来,被人高马大的对方做得鼻青脸肿,回到社团他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伤,还埋怨大家不帮他,他白替围棋社出头了,江雪明说他要是不打架围棋社,也不会被取消活动经费,何佳佳说他们是白眼狼转身离开了, 余亮到十三中去找围棋社,问了不少人都不知道围棋社在哪儿,他看到墙上海报有时光的名字,就揭开上面的篮球海报查看电话,结果电话的最后一位因为浇水变得模糊不清了,他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的事,最后终于打通了时光的电话,时光问他是谁,他却急切地问时光在哪儿,在围棋社的时光,和楚莹感觉余亮的声音离自己很近, 就拉开实验室的窗帘一看,余亮就在外面,时光打开窗户,余亮问时光怎么不给他打电话,时光说号码弄丢了,余亮很想和他下棋,时光却说自己没时间让他回去,说着匆匆关上窗户,余亮奇怪时光为什么不和他下棋,他在怕什么,时光担心余亮以后再来找自己,他要先做好准备,他问楚莹赶上余亮,需要多久半年时间够不够,楚莹决定对他进行魔鬼训练, 第一节课先教他打谱,晚上妈妈问余亮为何不参加定段赛的报名,余亮说他想再等等,妈妈离开房间后余亮打开抽屉,拿出时光当年送他的手表陷入了沉思,第二天余亮来到学校围棋社,老师向大家介绍他是世界冠军于小杨的儿子,有他的加入围棋社团将如虎添翼,随后老师带余亮参观了围棋社的荣誉室,还提到上届围棋联赛中,让他印象深刻的学生时光,戚风很特别看起来,完全不像一个孩子, 他认为时光不是余亮的对手,余亮说自己很期待和他对决的那一天,时光和无敌想参加这一届的围棋联赛,由于和佳佳要参加高考,没时间所以他们还差一人,一天时光在厕所写了一道围棋题,没想到有人添了一笔,时光觉得他走的那步还不错,就想把那人找出来,他就继续写题那人就继续在题里添一笔,无敌连堵了几次都没堵住他,最后时光就用奖品把答题人引来了,那人名叫古宇,古宇一见面就要奖品CD, 他戴上耳机一听里面传出的事儿歌就起身走了,原来经费有限,时光在天桥买了张便宜的碟片冒充正版碟,但他决心一定要把古宇拉近社团,余亮听说这次围棋联赛13中没报名,不禁心力很失落,他给时光发信息说如果时光怕了他,那么这辈子就会被他瞧不起,时光以为余亮不会参加围棋社团,而是忙着参加定段赛,所以他们不会在围棋联赛中碰面对战就放下心来, 回复余亮说看不懂他在说什么,亲至做不易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 谢谢观看